我们给个镜头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非常壮观的大门 这整个这个院啊 这院里边盖得很枯面一样 这一栋还有这一栋 这两栋别墅 大家好 我是郝一飞律师 郝律师用当人的几集邀请 这次来到了咱们普宁的皮老村 这次我们面临的情况非常恶劣 大家听听以下几点 看看有什么感觉 大家听说过 一个村主任有21间楼地 整个村子不大 但是60亩地属于村主任一个人 而且40亩地已经被他个人盖起了 房子别墅厂房 这种情况大家听说过吗 对于这种情况 说实话 郝律师见所未见 闻所未闻 而且接下来我们去到现场 大家可以看到一些非常宏伟的建筑 接下来我们一起揭秘 这个非常神秘的皮老 还有哪个是村主任的 郭先生 这两栋都是 来我们给个镜头 大家看一下 这个非常壮观的大门 这整个院 这院里边盖得很布面一样 这栋还有这栋 这两栋别墅 大家可以看 看看有什么感受 这么大的面积 大家看看 个人的宅基地 一个人6.98亩 6.98亩 将近7亩地的一个宅基地的院落 真的是修的跟皇宫一样 我们现在在哪 大家注意 我们是在接洋处 而且大家看了吗 这个还不是一处 对吧 大家看到那栋高楼了 16层 那也是 对吧 对吧 再往远 大家看到那个家具城了吗 对吧 也都是个人的 这个太大的一个产业院了 是吧 但是让好理事不理解的是 这些竟然都是 一个人 而且这个人的 真的是 是咱们村的村书记 这一切 是巧合还是怎么样 对不对 大家心里有点成 大家来评评 对吧 大家来评评 也就是这栋楼 都是村主任家 他还有其他的房子吗 这个也是啊 来咱们把镜头啊 镜头可以推进啊 家具厂 这个是我们村的主路 这个太震撼了 我头一次看到啊 这么大规模 来 我们给一个镜头啊 这一栋楼 还没有完全建好 是吧 16层半啊 这也是村主任 不知道的 还以为一个这个 商品楼呢 什么 除了这一栋 还有两栋 我的天哪 咱们往前走 就可以看到 看看咱普通老百姓家的房子 是什么呀 雄城明德 在不谈其他的情况下 单看这个建筑 都盖得非常的 雄伟漂亮 这个绿化 好像都是 跟周围的房子 明显就不是一个 一个风格 一个级别了 看看我们普通老百姓家的 主宰都是什么样 这是咱们的 村委会吧 村委会的办公楼 来 我们这儿可以给一个对比 我们村委会的办公楼 他们刚才的这个 私人的这个 等约 我不知道 大家看完这个视频 是什么 好律师 在现场 就是震撼 其他的 没有词汇可以行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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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